很忙很累大家能看出来我都这几天有点憔悴 哈喽大家好 本来说今天要装牙单了 因为有好多朋友在问我 我就是给他们说的都是今天嘛 但是我今天早上整了一个牙单畅畅 他那个胆情限度还不是太狗 就刚又微微了一点点限 我说再严格晾三天吧 所以说请大家在耐心的等待晾三天 因为现在外边的温度高 我想这是跟外边错了有两三天 应该差不多了 谁知道啊 5厘还是没有外头延了快 因为毕竟外头温度高 一进按的5厘 阴亮亮的 所以说我说再等2天 还有一点就是按这个亚单 在允熟的途中 就是大家收到货之后 可能会有裂了 还有那种破碎了 我再给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裂了是腿一块钱 就是这种不影响适用了 嗯像那种胆情溜出来 有破了完全没办法吃了 那个是全个腿宽了 我看有好多朋友 嗯不管是那个可妇照我呀 或者是在微信上照我呀 都说有了好多朋友都是 啊给我说一声提醒我一下 让我以后主意 我腿的宽都没有熟 这样真的让我心里很过意不去 嗯就是只要是你有任何问题来找我 我这边都会给你们解决了 大家能来买呀呀来呀 但我都真的是非常感谢了 所以说就是呃大家来找我 解决任何的守候问题 我都希望给大家做到无有吧 呃另外我看有好多朋友在辞训我嘛 辞训我说我想这几天有的时候只更新一个视频 因为这几天全是很忙 而且忙的都是那种比较犯缩洗嘴的事情吧 就是像洗亚丹 延亚丹 装亚丹 有的时候都是从早上一忙忙到晚上 呃有可能就是那一天都是 击出中间击出来一点事件 然后去拍了个视频 而且呃都是这些事情之前也都拍过 然后又好的朋友也都说都砍饭了砍你了 所以也都没有给大家排 而且有时候呃一忙从早上忙到晚上呃 有可能就是再给大家呃 解决这个守候问题 或者是在监着视频了 都汤那都睡着了 真的是这几天很忙很累 大家能看出来我都这几天有点憔悴 前几天啊 Paul他不是出来去上班了吗 他是去那个工地上去上班的 他想那种呃工资的话 就是一天是多少钱 然后这几天 延亚丹装亚丹 嗯还有洗亚丹比较聘贩 嗯 而且我还胆着俩要我自己肯定能不胜 所以嗯 我都说让他不去了给家保卧 现在是安良哥给家呃 带着俩料 然后弄住门前这点菜一滴 嗯 还有就是洗装盐 亚丹这这拖事 而且你想优秀安良都 漫不过来的时候都是让公公回来嘛 他开出租城嗯 都优秀一天都开不好 他如果隔那一天不开的话 一天都一天的欠 嗯 我反正我已经该老公说过了 我说如果要是真的事实在冒不过来的话 都让他回来 不过整个决定券还在他自己手里 让他自己考虑吧 可能就是想不想回来 如果他能回来的话 都是安公公专心开他的出租车 哎哎呦 来死我了 确实前一段时间啊 婆婆上班的时候 我自己弄住俩汗 然后还给家里来这些笑声 啊哇 真的是给我弄了云头转向的 我真的特别佩服那些 我看有评论区都说 自己也是俩汗 然后婆婆不关了 就是磨人关 磨人呆来 都是自己一个人呆 真的非常佩服那些 姐姐姐妹妹啊 让我自己在试了这几天 我都感觉我心里憔悴只能说 哎 真的是安 哎 能将破给家帮助 之前就是他一直在带着城邦嘛 他 基本上都是带他带打 现在也都是跟他洗 现在我都是我领着小妮 哎 真的要是没有他来帮忙 我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都不知道该咋弄 我这边的猜地 这样破给家也掀不住 这又弄了不知道咱上了啥 咱上了啥菜啊 看这番茄都已经 怕疼了 这又装了啥 这你爹的啥吗 哇 我 这种 减火茶针 咱那小菜院 这灭个灯回来 都怪吃自己种了 我想种花生不种了 这点还跟自己吃不发棉了 嗯 然后想吃了新鲜花生来 除了 除了它 这点咱没种了花啊 哎 没有 没东西 这儿呢 这儿呢 极可牡丹 哦 这儿又能来 极可牡丹 台湾的小菜院 越来越丰富了 大家看一下 啥都有 基本上 确实这几天 优秀食品 有可能都是对的 然后 都质量不是太好 几粮现在 破给家的 我以后也会 好好 好好排 好好分享自己的 日常好好分享自己的生活 好好煎 好好弄 感谢打牙的支持 感谢打牙的关注 哈哈哈